右走千万不要像这样慢慢逛街 好 不管到哪里很多人认为连这个鞋底都需要消毒 来看到就是台中环保局在火车站推出的鞋底消毒水盘 民众试用后他们现在升级到了2.0扩大服务的区域 范围广及到周边的客运站 进出客运站都得先经过这一关 消毒碳踩一踩踏一踏才能离开 如果有研究指出病毒能在鞋底存活三到五天 台中市环保局设计出鞋底消毒服务 先是在火车站试用 但第一代是使用水喷行式 有民众反应容易滑倒 而且行李滚轮或是轮椅也没办法消毒 于是推出进化版2.0 这个节省的水量大概节省了十分之一 那我们的浓度一样是用1000ppm的次氯酸钠的漂白水 它的效果就非常好 对我们大肠杆菌的所谓的消毒率 积分是99.9%的 升级版消毒碳里加了吸湿后的漂白水 能有效杀菌 每四小时补充一次 前方还放置了吸水地毯 避免踩脏地板 而设置区域也从台铁扩大到了客运站 而全新秘密武器还有这个 伸出双手 不但喷出消毒液 还能自动测量体温 两个要求一次满足 鞋底可能有消毒的话 待会上车的时候 有一些病菌口就已经被杀菌了 面对疫情升温消毒设备也再次升级 严防病毒再次扩散 好 蓬勃公布最新的全球疫情 这防疫任性排名台湾